我们要面临的就是 威亚的不可控性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在地面上排练 所以第一次双人的在3D的形式 在空中完成这样的表现的话 对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不管是你走路爬山运动累了以后 你有一个双足在地面的一个支撑依靠 但我们在空中的时候 其实除了那两根很细的威亚绳 可以借到一点点力量里边 你全程你的身体都需要收得非常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常规的是单条轨道所到 它只能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内直立升降 然后双3D它采用的是 就是我们在360度 比如说长宽高 一个等额的空间内 我们可以随意地去运行 升高下降水平移动各个角落这些 去完成一些表演一些运行 以前能将潮作为我们的视觉的一个载体 不管是交叉潮也好 一线潮也好 回头潮也好 榆林潮也好 各种潮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我们奋斗者 每个人不同的位置和每个人不同的方式 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去播风激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